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PPO的五六位高管是联合高调发布了其十年的一个理想制作 其中采用次旗舰芯片骁龙870的870这样的一个Find X-Ray 在起售价是大概4499元 那采用主流旗舰芯片骁龙888的这个Find X-Ray Pro 它的起售价就要贵一点是5499元 这也是创下内地华为旗舰机之外的一个新高了 但是作为近期最强大的新机型之一呢 其实并没有吸引走行业全部的目光 因为在2月末3月初短短11天中 手机行业扎堆发售新品 消费者们不少消费者已经都对这种活动都感到麻木了 确实是有些麻木了 那么近期我们也看到这个魅族18 OPPO Find X3 还有红米 K40 红模6等等这些旗舰机是相继发布 同时还有各种的盖版 Pro版也是正式在密集发布 就比如说华为的旗舰机缩配版的Mate 40e 还有小米的上一代旗舰机升级产品10s 预计还会有什么1加9 华为的P50等等这些旗舰机 也有可能会在近期发布 各家密集发售新机背后无疑都是有抢战市场的一个决心的 数据统计OPPO在2021年1月份 登顶国内手机排行销量排行榜份额是达到21% 那受制于芯片的封锁困局呢 华为和Vivo位居第二 小米则是大一世荆州直接就退到第四的位置 那么刚刚发布新旗舰机的OPPO 是有助于稍微稳固其No.1的一个市场份额 但是余年前的销量还是No.1的小米 以及还没有发布2021年度的旗舰机的荣耀和Vivo来说 抢占这个老大哥的华为是迫不得已退出了市场份额 是当下最为关键的一个格局之战了 那么一季度的一个成绩 其实还不能够说明已经到了胜负的时刻了 相比OPPO新机呢 靠导演江文做代言 现在各家手机品牌几乎都在玩BOSS营销 比如说像红米K40发售后 红米的总裁卢卫斌就在微博上各种开怼了 那作为新一代手机CEO中的微博战神 卢卫斌当然也有犯扯的时候 比如说3月10号他发了一个微博投票 K40系列哪一项功能超出你的运气 预期没想到热评前三留言说缺货超出预期 没有想到是这么一个结果 目前在这个网络上由于一直缺货的问题 不少消费者将这个小米和猴米称为了猴厂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意思就是说经常来发布一些高性价比的新机之后 又宣布没货了 每一次就是要抢货 那么这就是一个大型的耍猴现场 其实缺货不是这个小米一家的问题 目前在售的一些新5G旗舰机当中 仅有iPhone 12系列的是货源充足的 对于刚刚发布的OPPO Find X10 Pro来说 骁龙888芯片依然是发热严重的 高通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设计供应的问题 同时采用产能不太稳定的三星代工 那么芯片供应势必不会有问题了 小米11和红米K40都是在发售OPPO的首批发货源 受刑之后缺货大概率也都是一个常态 而对于这种气势不太足的 荣耀和Vivo的厂商来说 虽然说目前的主力机型 不太具有一个很强大的竞争力 毕竟荣耀V40和Vivo的X60的配置 距离目前的顶配旗舰机型 确实是有所差距的 但目前也是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 目前看国产旗舰机的价格 都是处于3000到5000人民币之间的一个混战 那么一度也是强调性价比的小米 也是正在探索自己的高端品牌之路 不仅官方售价涨了不少 渠道方面旗舰机的价格 也普遍在加价出售 买5G旗舰机像晚期货一样 能不能买到心仪的机型 真正是要看运气 等待后加价多少也不确定 国产安卓旗舰机也是第一次体验到 早期苹果手机的盛况 虽然不至于需要门店排队抢购 但是消费者想买需要点耐心 这是一定的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这个旗舰机不断的发布 用户却是一击难求呢 当然是有这个旗舰机发布之后 产能爬坡期的因素 但是今年现象就更为严重的一个原因 最核心的还是什么呢 手机芯片的短缺 在去年的时候疫情的因素影响之下 引发了一个汽车芯片短缺的问题 逐渐却就蔓延到了手机芯片领域 产能逐渐就排不开了 华为芯片被封锁前 努力是备了一批芯片 却也歪打正着 避过了当下芯片产能 严重不足的空档期 Mate 40 Pro采用的是 顶级的芯片麒麟9000 那此前曾被误导 曾被报导说 仅备货800万颗 但手机发售近5个月后 市面上不少渠道 仍然是搭载这颗芯片的机型 那也让大家不得不疑惑说 华为备货的芯片数量 到底有多少 麒麟芯片因为封锁原因 几乎成绝唱之后 台积电还要为除了华为的 除了华为之外的苹果 联发科 AMD等企业代工芯片 所以台积电也没有产能 去为这个骁龙888拓产 那么这个高端5纳米芯片问题 短期之内无解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红米K40首批 能有一个30万台的备货 也是眼下首批备货最多的 骁龙8系的新旗舰 小米和高通真兄弟的关系 其实大家都懂 就算是OPPO首批备货 比红米K40要多 今年也难保不会受到 这个芯片问题的制约 而在华为芯片被封锁之后 国内手机厂商自言芯片问题 也越来越无解 所以为了应对5G高端芯片困局 不仅华为各家也都晚起了 版本套路 最早苹果开创了S系列命名 如今国产安卓阵营厂商 将这一玩法拓展扩大 原版基础上增加系列标签 这样芯片就可以 用略低端的骁龙870 或者是麒麟990等型号来补充 让用户一时难以辨别畸形 利用心机调动用户购买的欲望 那么这究竟是一个 芯片困局的无奈之计 还是不断推陈出新的营销手段 其实外部人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芯片短缺的情况之下 2021年市场份额之战该如何来打 就值得来关注了 众所周知 2020年的上半年 还是一个手机出货量第一的华为 受制于自己芯片的问题 市场规模是缩减了30% 那么随着芯片的储备减少 未来市场份额还会进一步的减少 2021年最考验各家的排兵布局能力 因为大家要做好 在5G的旗舰机短缺的情况下 争取到更多的市场份额 或许未来厂商会把870 放到中高端的机型888 作为一个旗舰处理器的搭配策略 从而来满足预算多样的用户们的需求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想未来体验5G套餐的用户 可能要谨慎来选用 这款芯片手机了 因为骁龙870没有5G通信 必不可少的升级 其中短缺5G双载波聚合能力 未来是没有办法以现有的5G网络 来升级两倍的速率后上网的 这对于很多用户来说 似乎也不是问题 根据内地三大电讯商去年的财报 数据计算 三加合级的5G套餐用户 总数是3.2亿 这一数据似乎并不足够经验 但毕竟很多人看来 4G足够用了 所以5G旗舰机换机潮 可能并不是决定21年 市场份额之战的决定性因素 渠道战才是胜负的关键 那么现在这个OPPO 从小米的手中强到了第一 之后就稳了吗 倒也未必 20年的这个OPPO Find X2系列 由于定价过高 导致这款手机的销量并不是很好 如今X3 Pro定价依然在5000块钱 所以这个Find新品销量未必乐观 而且小米在中低端 与OPPO的栏战的小米10S 以及K40产能逐渐上来 小米也非常是有望 拿回这个主场优势 对于另一属新势力荣耀来讲 曾经是线上份额第一的荣耀 21年是要打赢线下渠道之战 那么小米和OPPO的第一之争 自然不会让荣耀万道超车的 华为逐渐退出的手机份额之争 到底谁能胜出呢 这一年手机行业 势必是十分精彩 好 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 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